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捡到的这只狗狗呢是一个患有很严重的皮肤病的金毛狗狗是一个男孩 然后暂时给它取名叫做多肉 为什么叫多肉呢是因为我们家有了一只多福 然后我就想叫多什么什么 所以取名叫多肉 那今天录这一段视频呢有四件事情跟大家聊一下 那第一就是我为什么要发视频 然后第二呢我是怎么和多肉相遇的 那第三我未来对多肉有什么打算 那第四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多肉目前的一些状况 第一点呢我为什么要录这个视频 是因为我希望能够通过视频来记录多肉从患病一直到康复的整个过程 同时能够给那些跟我经历同样情况的人一些比较积极的影响吧 同时呢我也希望那些想要养狗或者是正在养狗的人能够看到就是狗狗生病这一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多么无可挽回的事情 然后只要是你能够科学的来给他喂食 然后积极的观察一下他身上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些小毛病等等的状况存在 并且在有状况存在的时候及时就医 那其实给他来治病的花销也不会太贵 第二点呢就是我是怎么和多肉相遇的 我和多肉相遇呢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然后我是去我们店上的仓库去盘点 正好看到了一只狗狗他围着一个吃午圈 然后满身都是伤口的样子 后来我就问了一下是谁的狗 然后有个快递员跟我说是他捡到了这只狗 然后捡到的时候全身就都是皮肤病 也去宠物医院看过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吧 无论是治疗方面还是他没有办法给这个狗狗比较好的安置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当下就决定了我要把他带到医院去住院治疗 因为他目前患有很严重的皮肤病 所以需要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治疗完成之后呢 首要我是要给他找到一个很靠谱的领养人 给他一个很稳定的家庭 那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你自己不养等等这些问题 第一是因为我已经有多福了 然后多福年龄也比较大 他是七岁的狗狗 然后他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容纳另外一只新狗进入到家庭 而且对于多肉来说可能 有一个更全新或者是没有其他宠物来夺得宠爱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可能更适合他 所以首要呢我是希望能够给多肉找到一个可以给他一个安稳的后半生 而且可以也更加全心全意去爱他的一个家庭来接纳他 所以这就是我大概未来的打算了 那接下来的第四件事情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多肉目前的状况 他今天是第一天入院 也是我第一天遇到他 那他目前的皮肤病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你在看接下来的视频的时候要做好准备 你点开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适 然后也可能相对比较血性一点 但这确实是他目前最真实的状况 那接下来他会进行很系统的治疗 然后我们也会尽量的定期每周 给大家发一下他的治疗状况 或者是他的一些恢复的状况 所以既然你们看这段视频呢 就做好准备了 反正我自己觉得还是蛮血性的 然后我也跟祖母老师说 在剪这个视频的时候 不要放一些比较哀伤的音乐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多肉来说 肯定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但是幸好他现在能够得到治疗 然后可以未来有所依靠 那像流浪狗或者是流浪狗比较凄惨的事情 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发生的 所以它是一件悲惨的事情 但还好它有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结果 那对我来说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我反而会觉得很有动力 可以每天坚持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看它慢慢的变好 所以也就是大家都比较乐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一起祝多肉能够尽早的恢复健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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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fluffy 走 走 走 快 your time 走 我们不要走 走 走 好 走 走 走 好 走 5分 あの 如果看到这一条视频 很喜欢多肉的话 也暂时先不要 私信给我们 就是想要联养他的一些想法 因为暂时 多肉的治疗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 完全把它治疗好之后 再给他找一个 靠谱的联养家庭 那同时 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仔细地考虑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准备好养狗 能不能给他一个 安稳的后半生 我自己其实对 领养人的要求 还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我是希望能够给到他一个 可以让他安稳 度过他未来狗生的一个家庭 所以我目前就是 要先好好把它治疗好 那至于领养的事情 就等治疗好之后 我再给大家公布一下 我的一些要求啊 然后再去一个一个的 去甄别领养人的条件 可能我比较圣母一些 想的会比较多 但是狗狗对于人的依赖 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不要弃养你的狗狗 哪怕他患了很严重的病 或者他已经老到 走不动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